聚焦智慧装备放眼未来战场 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 智战 今天我们将走进我国重型卡车 重要的生产和研发基地 来看一看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 将给军用的重型卡车 带来怎样的改变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北奔重器的总装生产区 每天都有大量的军民用重型卡车 从这里出厂奔向全国各地 每天也有很多代表着 未来卡车发展方向的新产品 要经历严苛的测试工作 我们驱车几个小时 来到人烟稀少的中冷边境 而这辆自带光运的卡车 就是我们今天测试的主角 今天的天气算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风比较大 而且今天上午还刮了一阵沙尘暴 能见度相当低 冬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环境温度 能下降到零下30多度 这也是人体能够承受的 一个极限温度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在 这样的环境里来看一看 我们开发这一套智能化的编放系统 它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 首先从车上被吊放下来的 是这样一个方盒子 我正打算问一下 这盒子是干什么用的 工作人员就像拆一个礼盒一样 把它给打开了 里面的设备 如同一个机器人的脑袋 不过我提前看了 这个机器人 没有腿 没有轮子 只能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就像站岗的哨兵一样 工作人员告诉我 它的名字就叫做电子哨兵 电子哨兵叫智能安防装备体系 它主要是有个远环外线的 这个探射头 还有可见光 它可以在白天晚上 24小时不间断地 代替人员来观车 这样的电子哨兵 一辆指挥投放车 可以携带四台 将它们投放在边境线上的重要点位之后 它们和指挥车之间 通过短波电台进行信息联通 而指挥车就可以后撤到 有其他通信手段 比如有5G信号覆盖的地方 把哨兵传来的信息 再传给其他有人职守的点位 或者指挥总部 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展开的 是电子哨兵的太阳能电池板 这位电子哨兵 全天候全时工作 提供了能源保障 通过多个电子哨兵 和指挥车的联通 我们就有了一个覆盖广域范围 而且不知疲倦的 无人职守边方哨 这样的配置 真的可以有效发现 非法越境的问题吗 我们决定对它进行一个小测试 现在我就可以模拟一个 想非法越境的不法分子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子哨兵 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内 把我捕获到 但我相信它有远弧外的传感器 在这个位置看到我 并不是实现特别难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给它增加一点难度 首先我趴下来 减少我的暴露面积 然后 不法分子现在的手段还是很多的 我们来放飞一架无人机 看看它能不能捕捉到 然后跟踪到无人机的行踪 虽然今天的测试并不是电子哨兵 从趴到地上 到无人机放飞的全过程 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不过在这里 我也有一个疑问 虽然能够看得远 看得清 但如果全程需要操作员在场看 这7乘24小时的工作强度 依然是人力很难承受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 上面你看到的是可见光 远方外 这些东西 其实里面 下面还有一个铁盒子 里面是有一个计算机的 你想看到那些特定目标 它会自动识别 自动计算 这里显示的就是进行算法处理识别的画面 在其中移动的物体 甚至还可以被测量出行动速度 这些行为方式 和人工智能存储的模型进行对比 系统就可以分辨出 看到的物体是人 是车辆 还是野生动物 进而可以判断出 是否出现了边境的安全隐患 如果危险等级高 它就会发出预警 真正起到一个寻边岗哨的作用 而且在这辆车上 国产北斗导航系统 也被集成到了系统里 车上不仅可以看到 精准的边境区域地图 利用北斗系统提供的地理数据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帮助决策 把哨兵放在哪些点位 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比如选到那些站得高 看得远的位置 这不仅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寻边守边工作的科学性 也降低了边防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有机融合 让这辆重型卡车 已经不再简单的是一辆装备 而是搭建起了一整个边防任务系统 在这背后 其实是我国装备发展 从机械化 迈入信息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缩影 在人烟稀少的中猛边境 出现了一个个不知疲倦的电子哨兵 他们可以在边境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24小时不间断工作 好 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基于军用重卡载区 应用在我国边境地区的 智能化安防装备体系 杜老师 这套系统解决了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边境地区一般是非常开阔 而且要进行常年的有人值守非常难 从作战半径 侦察半径去看 这个情况一旦出现之后 要应急感到难度极大 如果把这套系统在边境地区展开 它三个问题 第一它是一个望远镜 第二是个指控所 第三它是个补给点 听起来好处多多 另外周总我也在想 这套系统刚才杜老师说了 应用在边境地区 是不是只是它应用场景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场景可以应用 凡是涉及到安全管控的地方 需要监控的地方 这套系统都是适合 它最大的特点 首先它是机动性 同时它具有夜间的识别能力 同时对小的目标和运动的目标 具有侦测能力 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应该说更广泛 再一个就是这个装备 它具备5公里的探测距离 然后足往以后能覆盖20公里的这种范围 边防仅仅是一个利用的场景 在这方面 像要地的防护 临时的布防 这个东西也具备实用价值 当下的现代战场环境 实战对军用中卡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从海温战争 伊拉克战争 到阿富战争 到现在持续的恶物冲突 你看整个战场的运输保障 中卡至关重要 无论是重型武器装备的牵引 商业的后送 弹药的补给 基本上是一个主力的运输工具 的确战场环境很复杂 从国务冲突画面可以看到 道路被破坏 包括各种设施 被损毁的样态很严重 所以中卡要求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 第一是机动性 第二是防护性 第三就是它这个智慧性 好 刚才杜老师已经讲到了三个关键词 机动性 防护性 还有智慧力 那么周总 刚才杜老师讲到的这几点 您觉得现在我们国产军用中卡做的怎么样 按照需求设计装备是我们装备设计的基本的原则 经过军工人的二十多年的努力 我们中国的高移动车辆完全达到了高信息力 高机动力和高防护力 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现代战争对装备的要求 是完全符合我们未来作战需求的装备 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奔重器的测试场 正在测试车道上狂奔的 是国产新一代重型军用卡车VP22和VP23 它们有着更强的防护性和机动性 V型的防雷防弹底盘的改装 在遇到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时 可以分散爆炸力降低爆炸对成员的伤害 VP22和VP23配备独立悬架 在进行蛇形机动时 即使路况崎岖 车身大幅度左右摇摆 也能做到轻而不倒 此外 全车有八个控制单元 上百个传感器遍布车辆全身 通过信息的采集和交互 车辆能够对自身进行故障识别 全车我们现在以500多故障 可以在这边显示 大概有个分类的 就它分有严重重重重 一般故障轻微重重重 不仅如此 车辆配套的智能终端 还可以教驾驶员如何清除故障 好 看完刚才这个短片 我们发现里面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咱们这个VP22重型卡车 它已经可以实现一键检测这样的功能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功能 信息化是我们车辆智能化的一个基本条件 VP22车辆具有先进的电子架构 具有智能化的基本的特征 我们全车六大电子系统 完全实现了这种信息的采集和分布式的控制 通过这个系统 我们对532个电子故障和信息故障能实现完全的专家诊断 以此为基础 我们全车的就一键检测的功能 完全实现了我们高移动重卡六性当中对可侦测性和可维修性的要求 好 多老师你看现在当重卡变得更加智能化 它在实战的战场上会对对阵的双方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的确卡车现在发展是一个在添一个的地方 以前我们上学那会儿学卡车 哪有故障 全凭经验 而且你要把它拆开 没有再装上 这个什么一件检测 不要说主要靠这个人工检测 有的时候要靠听 又要靠感觉 又要靠发动机 这个异响或者是全车的抖动才能找出那个问题 就老师傅他靠经验来检测 对 但是我们刚刚学的可什么都不会 所以找出个故障半天没了 所以对于这个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的确如果现在中卡 按照这个周首席讲 变成了一个智慧钢铁骆驼 智慧移动堡垒 战场上作用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 所以这个对于目前 这个现役化战场的适应率很高 所以这个对于提高后勤保障 包括预出保障的时效性 有重要作用